實安標準要全國一致 要統一規範才能利於遵行 那到昨天為止 我們會整的17個縣市 抱怨的 或是他們原定的自治條例 總共有17個縣市的情形 那這張圖 一張圖瞄懂 一個字 中央法規在9月17號 公告了相關 這個容許量標準之後 在這個標準以內的 不是零檢出 是可以檢出的 在這種情形底下 地方自治條例跟中央法規 產生抵觸的情形 我們的結論是 相關地方自治安自治條例 凡是定有 以行受體術 一律不得檢出的規定 因為違反憲法 而且抵觸了中央法規 從明天 就是110年的1月1號起 原定者涵告無效 新定者不予核定 那是什麼理由呢 我們規整三個重要的理由 第一個不合法 第二個不合理 第三個不可行 如果他仍然率與執行 我要特別強調一次 原定的是現在法律有效 到今天為止都有效 但明天開始無效 新增定的 按照地治法的規定 要報 布或報行政院核定 那今天 這十七個縣市裡面 有部分 有新定了 我們在今天已經宣告 要不已核定 但是還有其他縣市政府 還沒有報過來 還沒有報過來 就是法律程序不備 也就是說 還未經核定的話 它屬於不生效的狀態 一個不生效的法律 是不能執行的 一旦執行 我剛剛很清楚的講 縣市首長 不要圍欄基層的公務員 他們一旦開法 那個法 剛剛有講 上級政府不會輕視 因為這個攸關法律的統一性 會撤銷 零資固犯 送審見